已经犯下多奇鲁人勒鼠案的恶龙张锡铭 我们知道他现在在入肩服刑 不过确定他现在要成为国中新鲜人了 国中生了 他已经成为台南监狱数得补校国中部新鲜人 其实在两年前 他原本希望能够跟自己的儿子一块来读国中 不过被拒绝了 因为他当时的刑棋 预方以刑棋太长为理由拒绝 不过今年终于网开一面 希望他能够在课业上好好的学习